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现在是6点五十几分 那应该很多标迷都 放了工或者快就放工 那好吧 镜头前面这一只 就是猪仔今天第四只的推介 那这一只是 Orient的Marco Marco4 很多标迷都等Marco 其实Marco4 就是真的 一向都是很受欢迎的 入门级潜水标 他除了性价比值高之外 Marco4 还有一个烟纷面 亦都是今年比较流行的颜色 漸变色的标盘 那你见到他除了有些 黑漸变灰之外 他还有些放射性纹 那样的标盘 做得挺漂亮的 黑状灰 那Bessel 也是有Orient Marco自己的特色 DNA 就是他1 3 5 7 9 11 都有凹凸的颗位 凹凸的颗位 深一点的颗位 你见到他 亦都是采用了 这个 单向式的 逆时针方向的潜水标圈 亦都是两个颜色的配搭 黑状灰 他配搭 呼应标面 那你见到Bessel 12点到3点位置 就是灰色的铝片 他配备了蓝宝石的玻璃标面 Marco 所以我说他是一只入门级 性价比值高的潜水标 200米的diver 防水 配备了蓝宝石的玻璃标面 一个单向式逆时针方向的潜水标圈 螺旋式锁标棺 都是一个超级 配备齐备 超级便宜的价钱 超级贴地的价钱 好了 那 时分秒针加上黑度上的点点 都是有夜光 我一起来看一下夜光 夜光也挺漂亮的 叫得上潜水标的夜光也有差不多 那好了 Marco 或者Orion 很多时候都流行星期日力枪放在三点位置 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他做了一个间断 间断了 很多时候星期日力都黏在三点位置 这个做了间断 星期枪和日力枪都是白盘黑字 那边边的标棺 边边的位置做了一些九颜坑的打磨 是 看到九颜坑纹的打磨 那标脚位置做了拉丝的不受光 都挺漂亮的 虽然它不是一只贵价的潜水标 但是呢 这些细节位的造工 他设计师的心思都看得到 就是你看到标脚位置做了拉丝花纹 延伸到旁边部分都做了拉丝 但是中间它留了一行光线 那变了整个标就突显了整个流线感 那标棺位置放在三点位置 做了一个螺旋式锁的标棺 那延伸到旁边的部分 都是做了这个 电脑做了拉丝花纹的 那拉丝花纹呢 如果比较粗老的标迷就会比较好 因为撞花了都没那么觉眼 这块蓝宝石标那边都挺清澈的 你看到 很清澈的 20个巴的防水 12点位置都有一个Orient的双丝墨头 logo 你看到 写着Orient 那些夜光也是做了凸子的字钉 凸起的 立体感很强 好 那标带方面 也是做了一条实心的不锈钢板带 做了拉丝花纹 那标带也挺紮实的 如果用过 用过东方的标迷就知道了 尤其是Marco 真的很值得入手的一只潜水标 那一个double lock的标扣 一个保险键的double lock的标扣 按键打开 上面这个位置都有一个Orient的双丝墨头 logo 摸下去的 打开之后做了光身的薄桥 好了 这个螺旋式陷入的底盖 上面看到F692的基心 Japan movement 这个是蓝宝石的玻璃标面 20个bar的防水 sting steel 不受钢 好 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整支标的重量 先讲尺寸之前 再讲重量给大家看一下 我测读一下 我测读一下 重量是170克 170克 比较重 有点手感 标 标径想跟大家讲讲 标径就是 這個尺寸是42mm的直徑 我們讀一讀,41.7mm 42mm的直徑,厚度是13mm的厚度 脫脫就是47mm 這個Fuel就是採用了F6的 922東方自家機芯 東方很多時候用自家機芯 向下轉動,放開錶盤 移動一下,完全沒有虛位,裝得很好 向上轉動,上發條 上發條也很順滑 然後踢起之後 有停秒功能,F6的機芯 動力處能40小時,216的震頻 好,試一下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在這位置教到6時左右 半格教一個星期的力槍 半格教有力,一格格調 很好手感 我很喜歡東方很多時候 教的時候很緊緻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就跳西班牙文 教英文之後按下去 向上轉動,鎖上標關 好,這隻Marco的系列 豬仔很多標迷都喜歡 很多時候 一出片就秒殺 豬仔這次 也是這隻 翻了煙燻的 灰黑色漸變面 好了,豬仔推薦多少錢呢 這隻Marco的系列 好了 藍寶石玻璃標面 200米防水 東方 自家機心 F69 22機心 第四代的Marco IV 全夜光 十分秒增加了黑度 星期加日零 豬仔推薦 1688 1688 一個超值的價錢 要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聽清楚我有三隻現貨 有三隻現貨 喜歡這條片的標迷 記得給個讚讚豬仔 豬仔每天都很努力 介紹不同類型 信標給你們 如果未訂我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訂閱 好嗎 喜歡這隻標的 在封面找豬仔 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我 打給我都可以 1688 不要錯過這個Marco的推介 如果你想買一隻入門級的潛水標 這隻我相信是首選 真的 因為 要有藍寶 要有 星期加日曆 再加上螺旋式 鎖標觀 200米防水 應該是精工都找不到 星神都找不到 東方 性價比值很高 再加上他的質量 手感 去到 一百七十個gram 未改大計 都不錯 那好了 講到這裏 喜歡的就不要錯過我推介 心動的就盡快找豬仔 好不好 我們下集見 拜拜